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 请听大纪元记者夏松报道 分析 中共2024两会会期变短的背后 中共政协 人大两会将分别于3月4日和3月5日在北京开幕 北京安保如临大敌 两会期间禁止利用无人机等低慢小航空器 进行各类体育、娱乐、广告性飞行活动 异议人士被骚扰、访民遭截访 期间除了草木皆兵外 大纪元记者书里发现 2019年底疫情爆发以来 中共两会会期总体变短 分析指 今年两会会期依然较短 一方面表明当前疫情非常严重 另一方面 三中全会难产 内部矛盾重重 会期越长 越可能出现两会代表、委员发泄不满的情况 两会料3月12日前结束 平安北京微信公众号2月28日体文称 北京市公安局26日发布北京市公安局 关于加强2024年全国两会期间 北京地区低慢小航空器管理工作的通告称 自3月1日零时起至3月12日午夜12时期间 在北京市行政区域内禁止一切单位 组织和个人利用无人机等低慢小航空器 进行各类体育、娱乐、广告性飞行活动 北京维权人士胡佳也告诉美国之音 还是像往年一样 你两会被强制离京 但是现在具体去哪我还不知道 走多长时间也不知道 走之前的一两天才能有确切的信息 应该是在3月3日或4日离京 12日之后回来 每年两会前 像胡佳这样的维权人士、异议人士 一般都会被中共国保带离北京强制旅游 上述北京公安局禁非通报 与胡佳返金时间都表明 中共两会可能最晚于3月12日结束 人大会议比政协会议晚开幕一天 也晚闭幕一天或更多天 如果人大会议12日结束的话 会期将不超过8天 疫情以来 两会会期总体变短 大纪元记者梳理了 中共党魁习近平主政以来的两会时间 会期 发现自新冠病毒、中共病毒疫情爆发以来 两会会期变短 而疫情之前的正常年份 两会时间一般都在10天左右 甚至更长 2023年 人大会议3月5日开幕 3月13日闭幕 政协会议3月4日开幕 3月11日闭幕 2022年 人大会议3月5日开幕 3月11日闭幕 政协会议3月4日开幕 3月10日闭幕 2021年 人大会议3月5日开幕 3月11日闭幕 政协会议3月4日开幕 3月10日闭幕 2020年 疫情大爆发 中共推迟两会 人大会议5月22日开幕 5月28日闭幕 政协会议5月21日开幕 5月27日闭幕 2019年 人大会议3月5日开幕 3月15日闭幕 政协会议3月3日开幕 3月13日闭幕 2018年 人大会议3月5日开幕 3月20日闭幕 会期15天 期间审议并通过了所谓宪法修正案 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 为中共党魁习近平连任铺平道路 政协会议3月3日开幕 3月15日闭幕 分析 2024年 两会会期变短的原因 时政评论员李林一认为 2024年 两会会期 从现在当局禁非通告来推算 比2023年的两会会期要短 这其中 疫情严重是原因之一 虽然中共不报道 但谁都知道 疫情在大陆仍然非常严重 白费等现象比比皆是 在这种情况下 会期当然会较短 李林一分析 另一个原因是 当局三中全会难产 内部矛盾重重 中国经济不好 两会恰巧又是官方的所谓建言会议 开的时间越长 越可能出现两会代表 委员借机发泄不满的情况 所以早点结束 也有当局内部维稳的考量 只是在当前中共内忧外患局面下 官场对党魁及其政策的 真实看法如何 就算想要维稳 也不一定真能稳得了 这些 几天内就可见分晓 有百草之王美育的人生 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力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 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是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力参 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又有 参晒参 白参 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 以百分之百韩国优质 六年高力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力人参含有34种 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灶带 RA、RF、RG3、RH2 为高力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 黑参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 及任何体质人 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持高力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 人体吸收的 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 RG3的含量 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灶带的吸收率 高达80%以上 是红参的六倍多 是白参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